Offer,首先,它不會寫,但是它這裡是Offer This is an offer from某人 Real property to be acquired,我想拿這個地 在這個county,在這個city,在這個價錢 這張,我們有十個頁,我們就叫做Residential Purchase Agreement 這個不就叫Offer,Offer是誰? 就是Bio,就是Eddie 日子就是這個 你看看這個,Agency這裏就是我們剛才說的 Disclosure 它一定要說 說這個人是代表他的 所以我們要簽了AD Form 這裏,AD在這裏問 簽了AD Form,先好簽Offer 簽了AD Form,我有法律效力 接著下Offer,我代表他 這裏寫著Car Form AD 簽了AD Form AD Agency Disclosure,我代表你 Potential Competent Buyer and Seller 那,即是說,我現在呢,將這個form 給對面了 Conformation 對面那個收這個offer的人 那裏引,他的公司叫這個 那個,我們這邊Selling Agent Listing Agent和Selling Agent 又不要搞錯 Listing Agent就是Seller那邊的 賣屋出來的 Selling Agent就是我現在寫的Offer 所以實實在在,Selling這個東西 因為是我們這邊構成的 所以就叫Selling Agent Listing Agent又叫Seller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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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也是叫Buyer Agent Buyer 因為我買的 你不明白 Selling Agent Listing Agent 就是Seller Agent Seller Agent Seller是一個Agent 的音嗎 他不會一樣音的 B-U-Y-E 所以你要搞清楚一個ing 即是不要給他音 你現時第一次聽完之後 你就明白 明白嗎 不要明白 沒有明白 再說 這裏 L-I-S-T-I-N-G Selling等於 就等於 Seller Listing就是Seller Selling Ing 就等於 Bio 這樣可以 你不要在這裡搞亂 這些是Gerund 接著 Counteroffer Bio 寫了這些 然後給對面 對面就說這些價錢不行 他就給回 95萬 當他給95萬出來的時候 那個93 就已經沒有了 蓋住了 When the Offer Re Offer Re 是Seller 你回答 Offer Re 是 收 Offer 那個 Seller 我會經常問你 問到你很熟為止 接著 他就CREATE了Offer 所以就沒有了 所以原來是 Original Offer Automatically Terminate Left of Time 就是說 Offer Re Failed to Accept Within a Prescribed Period 即是說 他這裡 他說 三十五日 這裡 三十五日 不不不 Close of Ask 三十五日 但他在後面說七日 如果七日沒有聲氣 自動取消 Failure of Offer Re to Fulfill a Condition 如果Seller Offer Re 是Seller 做不到一些東西 那就沒有了 Rejection If Offer Is Rejected The Offer Is Terminated 如果那個 那個Seller 他說 我不要了 那就沒有了 Death or Insanity of Offer 是其中一個死了 或是其中一個 吃 拍丸仔黏了 那那個Offer 就沒有了 那那個Offer 就沒有了 那那個Offer 即是那個Offer 已經 那個Offer 但Offer 就是 在Acceptance之前 即是他還沒有收 現在我寫一個Offer 我說 我想買你的房子 於是你在想著 但仍然是 前後都是三天的 突然之間 隨便一個短片 那於是 這個Offer 就在Sort 那一刻 就沒有了 出個價錢 出個價錢 基本上 Elegality of Purpose 寫這個Offer 它裡面有一些非法的東西 這樣 那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剛才我們講了五個Element 其實現在蔡松溫 那五個Element 第一就是Capacity 那個人有了 第二 Consideration 第三是Mutual Consent 第四就是Legal Object Legal Object 換句話說 買賣雙方 買賣那樣東西 一定要合法的 可不可以買飛機大炮 不行 可不可以買 買一些違法的東西 不行 戴馬 不行 有牌的就可以 好 接著 Performance of Contract 就是說 那個合同 如果以下這裏五樣東西 做了 那個合同就完結了 首先我們看一看 Assignment 即是說當一個人 他將那個合同裏面的責任 轉移去給第二個 那最常用這一個例子就是 現在我有一個 我是一個 舊 浩景 老闆 我不做了 這個浩景 我賣了給他 那我本身跟這個業主租 是還有三年約的 還欠三年 現在是2010年 即是2013年 於是我說 你接了我這個三年 那我就叫Assigner 這個 他接了他就叫Assignee 那novation 就是說 When new contract substitute to existing contract 新的合同 蓋住了舊那個 那我們這裏要考的 記得就是 counteroffer 都是novation counteroffer 即是換句話說 那個 buyer 他首先寫了offer 但是seller 就說 喂 93不行 95萬 那這95萬是新的東西 nover這個字 是新 因為no-nov 是新的拉丁文 所以呢 我們知道 這個是new的 所以new這個字 就是keyword revocation 就是當個offerer offerer是seller 還是buyer 當個buyer 退态 說不要 是在他未被接受之前退态 那當然可以 接受了 接受了 是要跟著那個offer 來做 其實接受了 是不是完全不可以呢 應該這樣說 接受了是不可以 但是我們寫了offer 都是有很多 那些叫做contingency 換句話說 留一手 換句話說 就是走棧的空間 最重要 是最普遍的兩個contingency 就是一個叫loan contin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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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就叫可退條款 loan contingency 就是貸款方面的可退條款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入這個offer 我說下93萬 買的 不過有兩條條款 第一就是說 我做不到貸款 我可以走 大家當沒事不生 第二個可退條款 就是inspection contingency 就是說 我下這個93萬 是我要驗屋的 我如果不驗那間屋 看那間屋 我走是幾時都可以的 是啊 所以這兩個條款 其實是最重要的 你說下了offer 是不是不可以退 其實原則上下了offer 那個offer被接受了之後 就不可以退 但是因為有這兩手留住 所以呢 你退都沒有問題 那liquidate damage agreement when and specific amount of time 那當那些事業斷過了的時候呢 那呢就 breach of contract breach的字呢 就是毀約 那就不行了 就有錢、銀的方面 可能大家有 specific performance 就是當錢補償不了的時候呢 事業大貿易方面呢 那個法庭就會說 那你們做了那些事情去吧 可能這些是minor的事情 可能不是那些大件事 就是說 specific performance 就是說 現在不是錢的問題 現在是那個合同 你要完成了 我才可以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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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個呢就是specific performance 那跟著呢 我還講到一個例子給大家知道 就是 在Social Little 有一個酒店 那他呢 那他呢 滑梨 parking呢 是 經常把那些車呢 拍了在